做着伸展的肢体动作,墙上摆满了老人家们的创作,这里是宜兰县大同乡松罗村的部落文化健康站。 大同乡长候选人王靖生表示,松罗部落不但有国家籍的千年古道松罗部到外,在他的记忆中,104-107年担任乡代表时,一直争取能建立松罗部落文化健康站。 104年韩西与南山村分别先设立了文化健康站,105年他更联合松罗村长与代表们,争取包括松罗、婴室、伦皮、乐水等村,希望能成立部落文化健康站,让长者们能很温暖,健康的一起相聚,一起乐活的过生活。 他里面有健康服务的功能,也有营养送餐的功能,也有整个我们老人失智活动照顾服务的功能,等等的功能,当然还有一项最好的功能,就是让我们的长者可以培养我们青年,或者是这边居家服务的这些服务员, 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,包括语言,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啊,就在这个文化健康站里面表现出来。 王静生说,约于106年英式和乐水都分别成立了部落文化健康站,接着也成立了松罗文化健康站,而今年伦皮也成立了部落文化健康站。 到目前为止,整个大同乡10个村已经有7个部落成立了文化健康站,如今乐见每天都有二三十位长者可以聚集在文健站,一起快乐分享,做活动,学习与过生活,让王静生相当的感动,更进一步希望,未来若有机会担任乡长,将努力推动落实老人陪伴与协助争取居家照护,也让部落长者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顾, 让年轻人可以安心地工作养家,落实部落幸福居家的政策。 记者凡德会采访报导。